那到底这些病人治疗原理是什么 其实刚刚上一堂课都有约略的提到 那这会再跟各位做一些复习 在停经后的乳癌的细胞 它的真实的雌激素的来源 其实是不来自于卵巢 它是来自于周边的组织 周边组织的一些所谓的脂肪 或者是一些肝脏骨骼上面的一些胆固醇 传换成所谓的雄性素 再由方向环酶变成雌激素 供给这些乳癌细胞的一些真身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向环酶做所谓的抑制 基本上周边组织所试造出来的 这些雌激素的来源 就会相对被阻断掉 这时候这些雌激素就没有办法被产生出来 一旦雌激素的来源受到阻碍以后 基本上这些乳癌细胞 就会像老鼠睡大觉一样 就不会再有活动 就能够被控制起来 这种其实我们的方法 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 当药匙跟药匙孔要差不多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叫做抗雌激素 也就是叫泰默细分的药物 来阻断这个药匙孔 让这个药匙孔粘上一个口香档 让药匙没有办法插进去 就能够治疗这个 转移的这些停经后的乳癌妇女的治疗 另外还有就是把药匙孔直接给砸了 砸了是一个方法 就可以用这个雌激素受体的解抗剂 把这个药匙孔给砸了 雌激素就没有办法有药匙孔可以插 这时候这些雌激素就不会跑到乳癌细胞 刺激了乳癌细胞的增生 所以其实停经后的妇女 到底如果出现转移的状况下 我们治疗的荷蒙的治疗的策略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降低雌激素的产生 可以用方向桓梅的抑制剂 至于所谓的停经针 一个月打一次的停经针 这种中枢神成的抑制剂 只有在停经前的妇女才会用 另外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是 方向桓梅抑制剂来减少 我们方向桓梅抑制剂有三个选项 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Letronol-妇乳纳 第二个就是Anastro-Amedatin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NMS-10 就是所谓的若曼癌素 这三个都可以选择 这三个其实大部分的 这两个是同一类 中间这一个是属于不同类的 所以通常是开这个就不会开这个 但是这一两个 如果其中一个失效以后 通常我们会给的是叫若曼癌素 因为它是不同类的药物 它是一种类固醇类的一个 方向桓梅抑制剂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病人 第一线我们都是开这个 这两个当中的一个 若曼癌素通常是用在一些 第二线的质量 那有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直接阻断止激素受体 包括用抗止激素 或者是抗急激素的结缸剂 有的是把钥匙孔用口香糖塞住 或者直接把钥匙孔给砸掉的方法